我认为中央警卫人员 你竟然在门口大响大叫 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没大响大叫 我也没跟别人说过我的身份 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二勇 为何公然顶撞起的特工之王李克农 这天二勇得知自己以前的团长江莱阳 马上就要南下作战 便向卫士长请下想去见一面 谁知刚到地方就被告知 江莱阳因为打架被关起来了 之后李克农就听到工作人员前来回报 说外面来了个年轻干部 不要欠这个江团长 到了门口以后还大声嚷嚷说 自己是劳动大学的 这一下可把李克农气坏了 与此同时二勇正在探望江莱阳 团长你放心 等我回去我求求领导 我把你保出去 什么你吃饱硬啊 还敢保你团长啊 团长我我回去试试 我也不敢打保票 两人聊的热火朝天时 李克农忽然找过来叫二勇出去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二勇一到办公室 就被李克农大声训斥了一通 中央警卫团 有没有对你们进行过保密培训 做过呀 那是谁让你随便把劳动大学挂在嘴边上的 此时二勇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便理直气壮的和李克农顶起了嘴 江二勇始终转不过玩来 李克农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现在特务已经开始调动劳动大学 就在刚才还发生了一起围修爆炸案 那就是狄特在搞破坏 要是被他们发现 组织的代号是劳动大学 再深入调查下去 就有可能将劳走门置于危险之中 被李克农点出了其中的厉害关系之后 二勇开始后怕起来 他非常懊悔自己的鲁莽举动 于是同李克农一起回香山 找毛主席认错 见到毛主席后 二勇详细地说明了情况 顺便也为江南洋打抱不平 他告诉毛主席 江团长就是气不过那些人 只要不打仗就开始贪图享乐忘了本 毛主席认为队伍中出现的情况 远比二勇犯下的错误还要严重 于是决定召开会议商议对策 后来周总理也对二勇进行了批评教育 他表示身为首长的警卫员 应该更加注意纪律保密 二勇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 于是真诚地向各位首长承认错误 主席我错了 首长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见警卫员态度诚恳 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毛主席决定既往不咎 谁都会犯错 除了死人 知错就改 就是好同志嘛 毛主席的宽容大度 让二勇非常感动 在此后的工作中 他也越来越认真谨慎 让我们一起向毛主席致敬 此段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找机会先干掉中人来吧 1949年 开国大典前夕 国军特务段云鹏 收买了一名花匠 将他安插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住所附近 并让他画出合适位置 放置弹药 花匠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 殊不知是官公面前五大刀 周总理早已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一次 周总理从毛主席办公室里出来 回头看了一眼这名花匠 花匠脸上看起来毫无破绽 但他的手却不停的在颤抖 虽说当时两人的距离几十米 可这个微小的动作 还是被周总理发现了 为了以防万一 周总理立即召开会议 提醒大家要加强安保工作 后来周总理又找来身边的两个警卫员 让他们密切关注 花匠的一举一动 顺便再查一下他的来历 另一边 花匠也在和段云鹏汇报情况 随后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花匠表示自己根本无法靠近毛主席的驻地 所以无法放置炸药 端云鹏听后 立马让他将目标改为队府周总理 这天周总理的两个警卫员 乔装打扮好后 正要出去跟踪花匠 突然碰到了特工之王李克农 于是便决定向大佬请教一番 谁知还没开口 就为李克农教育了一通 别嘀嘀咕咕的了 套着瞅着眼睛 草帽太新 走路腰板太直 还没跟踪上人家 人家就跑了 此后他又提醒沃龙凤厨兄弟二人 先去菜市场换一身旧衣服 让人看不出来后再去跟踪 这总理也是啊 怎么就把你们两个 这么有特点的人凑到一块了呢 去玩去吧 我们怎么是玩呢 怎么能说人家是玩呢 两位跟踪高手换好床后 随即跟上目标 花匠还算人道 朝他们瞥了一眼 也没有拆穿兄弟二人 走到一个胡同时 花匠忽然被潜伏多职的安保人员 当场按道 原来李克农早已破解了 敌特的电台 他知道这个花匠 是段云鹏抛出了诱饵 所以暗中安排人手 将他们抓捕归案 看到花匠被捕 请委员也立刻赶回去交差 你们两个只是比科农他们晚了一步 但是还是很有成绩的 太有成绩了 我们也逼得可好了 与此同时 段云鹏得知事情败露后 决定跑路 哪知还没走两步就被捕了 由于这次至关重大 周总理决定亲自审理段云鹏 经过一番审问后 段云鹏最终供认不讳 并交代了他们的秘密联络点 顺势也揪出了一百余名案犯 并将他们全部抓了起来 此段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天团 他们此前都是浴血奋战的将军 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脱下势如生命的军装 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由于他们一点也不懂西方的理 毛主席特意安排培训班 为他们一一讲解 上课第一天 外交部的严主任 就发现了大使妇人们的穿着问题 你里面小背心的袋子露出来了 这在外交场合是非常不礼貌的 你需要去探个发 然后再擦点粉 磨点口红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外交形象还有这么多讲究 后来严主任请大家入座 开始教授西餐的程序 只见他拿起背中的餐巾布 回到胸前 大使夫人看后觉得十分古怪 这怎么像小孩肚肚啊 最后严主任告诉大家 外国人喜欢用刀叉吃饭 而且还是左叉右刀 边切边吃 后来大家也学着严主任的样子 开始尝试起来 期间 黄镇将军切下一块肌肉 直接就着刀子往嘴里塞 严主任看到后 立刻提醒他 东西一定要用叉子叉着吃 小心啊 刀子划破你的嘴 众人在打去黄镇的时候 严主任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他告诉大家 在吃西餐的时候 和别人说话 不要用手或者手中的餐具 指着对方说话 因为这么做 会让人家感到不适 随后他又说道 作为大使呢 参加各种餐会 酒会和招待会 是你们工作的重要一部分 话音刚落 大使夫人就好奇地问道 听说当大使的 每天都是吃吃喝喝啊 这是误解 严主任赶紧向大家解释起来 原来大使们出席不同的宴会 不仅仅是简单的吃喝玩乐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增进感情 之后他还特意举例道 就比如说啊 德国要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 就是苏联大使在招待会上 得到的情报 大家听后恍然大悟 也更加认真专注起来 这时大使夫人有些口渴 看到桌上有一碗清水 便拿起勺子药来喝 严主任看到后 连忙阻拦他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众人也忍不住开始吐槽 嫌惜餐的规矩太多 还不如给大家来几盘水饺 听完严主任的一番话后 大家也纷纷表示认同 虽说将军们对这一切 还不太习惯 但大家还是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积极主动地学习了起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